女孩第一次去男朋友家 发现家里居然养着八个孩子 为了招待他 还特地宰了一个来家菜 女孩蔡蔡子 今天第一次去男友家拜访他父母 大家都知道 见家长吗 心情都非常的紧张忐忑 一路上蔡蔡子就抓着男友询问 我衣服合不合体 礼物合不合心意 你爸妈会不会喜欢我 之类的巴拉巴拉 男友给他打包票 我爸妈保证会喜欢你的 蔡蔡子已经稍微放下心来 可抬头看到目的地后 才发现这心根本放不下 先且不说这洞楼有多少年历史 还没走进去 就已经闻到了一阵恶臭味 楼梯走到怼满垃圾 也不知道要有多大的心 才能把房子住成这样 蔡蔡子的笑容逐渐凝固 但还是强装镇定走了进去 而这里的住户们也是奇奇怪怪 听到陌生人过来 就一个个的从窗边或门缝偷看 听到招呼声 也只是用死于眼盯着 男友走到家门口 说先按下门铃让家人做好准备 而等着扇门打开后 里面的情景 再次刷新了蔡蔡子的世界观 一进门 就看到男友妈妈身后站着 123456个孩子 加上怀着的一个和男友 那就有8个了 每个人的衣服脸上都是脏兮兮 家里也像是几年没打扫过一样 脏乱不堪 发黄的洗手台 无过约有一寸厚 碗筷堆积的厨房 全是活蹦乱跳的蟑螂 蔡蔡子在观察地方时 6个孩子也齐刷刷紧盯着她看 为打破尴尬局面 蔡蔡子就把自己带来的见面礼拿出来 谁知还没说上两句 几个孩子就以拥而上抢锅 哥哥像是备恶了好几天似的 狼鹏虎咽的嚼着蛋糕 别说形象了 卫生他们都不管了 突然妈妈一脚踹过去 嫌弃他们在客人面前丢人现眼 可被踢的男孩根本不当一回事 爬起来又继续尝着蛋糕吃 蔡蔡子连忙解围 责怪自己买的不够多 妈妈则热情的拉着她坐下 表示要好好招待她一番 结果这么黑心的父母吗 每次家里来客人 他们就宰个娃做下韭菜 蔡蔡子待不下去了 她想让男友带自己走 让对方直接无视 儿子夹杂着头发和虫子的水 她是一口也喝不下 且吃完蛋糕的孩子们凑到身边 用粘力的双手 在她衣服上来回摩擦 她浑身不自在 男友却满脸惬意的说 还是家里舒坦 妈妈也自豪的说 我现在肚子这个 可是跟最大的相差了二十岁呢 蔡蔡子不知怎么接话时 门口传来了一阵声响 原来是爸爸回来了 孩子们立马围了上去 而爸爸在盯了蔡蔡子好一回后 就说儿子你带回来的女朋友可真漂亮 虽说是夸奖 但听起来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 接着爸爸将一袋血淋淋的肉放在桌上 这个是听说蔡蔡子要来 她专门去弄的好东西 爸爸还留她下来吃晚饭 要不说她是个乖乖女 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 竟然还答应留下来 如果是我的话 立马撒鸭子就跑 别的不好说 就这顿饭你确定还吃得下吗 妈妈在料理晚饭时 爸爸跟蔡蔡子聊起了天 听说你大学读的还可以 蔡蔡子谦虚道 林的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也很厉害 爸爸夜言冷漠的说 这有什么 孩子读到初中就能出来工作补贴家用了 名牌大学毕业了又怎样 只要能张嘴说话就能活着 靠自己生存 这就是他们家的教育方针 蔡蔡子尴尬的接不上话 另一边 熊孩子小夫在厨房里捣乱 被妈妈赶出去后 他又对爸爸的光头下手 然后还抓起一只蟑螂 当临时放进嘴翼 爸爸健壮就带着他出去了 熊孩子打了爸爸的光头一下 就被拎出去 左船下就在招呼客人 蔡蔡子本以为他只是要教训一下熊孩子 谁知道了吃饭时间 爸爸回来了 小夫依旧不见人影 他忍不住询问 但大家的反应都很冷漠 爸爸解释道 因为小夫太不中用 所以就把他给尖苗了 这又是什么操作 爸爸接着说 种菜不都是这样的吗 拔掉多余的 剩下的就能好好生长 男友见蔡蔡子一脸临重 便说别的地方不也是这样的吗 蔡蔡子终于反应过来 难道你们把他杀了 爸爸用纠正的语气说 是剑苗啊 不然拿来这么丰盛的晚饭 闻眼蔡蔡子想起刚吃下去的肉 立马捂着嘴 跑到厕所吐了出来 谁知水箱冲出来的水 都是血水 里面还夹着一颗眼珠子 蔡蔡子大叫跑了出去 谁知这家人都站在门口等着 他竟受不了他们的剑苗理论 大喊着要去报警 但这地方哪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挤双手将他拉扯回去 爸爸还喊着 儿子你下次记得带点有用的孩子过来 没用的就得除掉 看来蔡蔡子即将成为这家人的口粮了 不知过了多久 一群警察出现 带走了残忍杀害一家人的嫌疑犯 儿子居然是蔡蔡子 据说是邻居听到了惨叫声财报的警 发现了事件 警察闯入时发现了一家石口的尸体 在地竹和地板下 也有大量白骨 数量起码超过30具 带着的蔡蔡子口中一直喃喃道 我不是杀人 只是在尖苗 产掉没用的家伙而已 看来还真是低估了蔡蔡子 居然还能反杀他们八人 而男友这家人也真够变态 母猪都没他们这么努力产载 养不起还要拼命生 甚至吃不起肉了 连自家孩子都不放过 发现了那三十具尸体 估计都是男友以前带回来的对象 所以出门在外多个心眼总是没坏处 且不管有没对象的都要擦亮眼睛 感到不对劲的一定要立刻走 实际拼命跑的那种 丢炼总比丢命要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恐怖短片男友的家带给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见